还是很呛诶 可能马来西亚比较少这种味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伟龙 相信一直有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欢吃面的 然后经过朋友的介绍 去买了这款面回来 就是小富西Q面 台湾制造 我是第一次买这种类型的面卖了吧 我还买了五个口味了 所以今次我就来试试看这款面到底味道如何 它的口味有油葱 炸酱 沙茶 沙茶口味是怎样的 还真的是没有试过 蚝油 麻辣 这里还有教你怎样煮到比起它好吃的 OK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先 它的包装是蛮简单的 透明的 就是这样啦 面还有调味料 可以再来看看炸酱的先 炸酱的就是这样 它的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怕会弄乱的 等一下我要自己marking先 OK 这个是沙茶 这样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分别啦 这个是蚝油口味的 这一款的面就比较宽 这个是麻辣的 看它的油都同 然后红红一样 面也是和蚝油的一样 都是酥一点的 OK 这样现在我们就去煮面啦 我们的面终于煮好啊 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怎样的先 这一款就是油葱口味的 颜色就淡淡这样啦 但是这款还蛮香的 然后这个是炸酱的 颜色有一点深 有点中那个麻油的味道 这个就是沙茶的 颜色也是淡淡这样的 这个味道有一点特别耶 我不是那么习惯它的味道 闻下去有一点呛 这个就是蚝油口味的 颜色也是淡淡这样 味道还是蛮香的 这个麻辣口味的颜色也是有一点淡淡 就是带一点红罢了 味道也是还蛮香的耶这个 它闻起来的味道有一点像沙茶口味的 加了一点辣油这样 还是很香耶 可能马来西亚比较少这种味道 我不是那么习惯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它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 我先试这个麻辣口味了 它面的口感真的是很像板面耶 然后这个麻辣还好啦 不会说很辣啦 就是一点辣不了 但是这个口味我不是那么喜欢啦 OK 再试试这个蚝油口味的先 蚝油口味的真的是很香 味道也不错 没有像这个麻辣的这样咸 再试试这个沙茶口味 就算它是细面也真的是很像我们吃到的板面耶 它很重一个味道 真的很难形容它是什么味道耶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味道了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炸酱口味了 它很重那个麻油的味道 我本身是没有这么喜欢麻油的 所以这款我觉得还好 再来我们是最后一款的 油葱口味了 嗯 它油葱口味的很不错叻 这么多口味里面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叻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 现在每一款都试过了 我们来做总结 首先它面的口感 就算是细面粗面 都是和我们马来西亚的板面差不多 然后老实说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口味 这几种是比较少见到的 我不是那么习惯 但我觉得它们是几多分叻 首先这个麻辣口味了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4分 因为我刚才都讲 它和沙茶的味道是差不多了 就是多了一点麻辣那样 我不是那么习惯 蚝油口味了 5分 这个还不错吃 沙茶口味了 也是4分 我很难形容它的味道哦 像你们有吃过沙茶口味的东西吗 在下面留言形容一下它的味道是怎样的 然后这个炸酱口味了 3分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吃麻辣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你的 然后这个油葱口味了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一款 这个是有 7分的 真的是非常好吃 我们来排一下它的排名 75443 它这么多口味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个啦 像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口味啦 不代表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啦 你们也是可以去买来试试看 再回来留言告诉我你们觉得如何 OK 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姨他们也等着我拿去给他们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一个like我 然后也分享去给你的朋友看看 还没有订阅我的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去我的FBI IG看看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有虫的真的是很好吃